相信这几天 大家只要一打开短视频平台刷到的大部分 都是刘德华演唱会现场的一些片段 我们除了羡慕那些 能到刘德华演唱会 现场观看的朋友之外 也感谢他们提供了各种土豪视角 让我们隔着屏幕 看着喜欢多年的偶像默默感动 刘德华时隔八年在开演唱会娱乐圈中 很多明星都过去支持 首场演唱会刘德华的妻子和女儿大方亮相 让媒体拍照 而汪明泉罗家金正中击 吴卓西李克勤 温必侠苗乔 李陈玉莲等人也来到现场 一幕幕同框上演了各种回忆 沙看来刘德华不仅受粉丝的喜爱 光看演唱会后台过道上摆满的鲜花就知道 刘德华在娱乐圈中有很好的人员 都可以开花店了 在刘德华第五场演唱会的时候 黄秋生也来到了刘德华演唱会 现场观看黄秋生曾演过很多烂片角色 对此他大方回应 我也想做刘德华 我也想骑着摩托车后面有个美女 人家一部片酬等于我十部的片酬 撇开黄秋生之前的一些个性言论 他的演技在演艺圈是公认的豪演 起反派了更是入目三分 无见到 头文字帝等电影是他早期的经典了话说回来 黄秋生与刘德华 也曾合作过多部电影 两人交情不错 对刘德华的评价是其分 专业坚持反应快刘德华人贫好 真心对待每个人也喜欢帮助圈中人 黄秋生早几年办法剧团的时候 因为经济困难 幸亏刘德华出手相助出钱 又出力神系剧场才成功办起来 如果不是黄秋生爆料外界人根本不知道 刘德华还曾默默地帮助过黄秋生 成为他幕后老板之一 众所周知 黄秋生是演艺圈中很有个性的演员说话 一向是快人快鱼 黄秋生看完刘德华第五场宏馆演唱会 激动评价看完刘德华的演唱会之后 除了佩服之外 还是佩服精彩之外 还是精彩我想象不到 我真的没办法做得到 还有尽量的演唱会 是可认为了 是否一样的演唱会 还是可认为了 是否一样的演唱会 是可以用的 演唱会最后的演唱会 是准备回度的演唱会 是学生的一场演唱会 初遍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